把这四条线的一头对齐 然后取中间位置 接着我们要调一个方向 在中间位置靠后一点点 取外面的这两条线 也就是1米8的那两条线 来编金刚结 金刚结如果在这边看不懂的 可以翻看我们早期初过的金刚结教程 或者留言给我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金刚结 我们重复编到所需要的长度 弯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夹心金刚结 用的是对外面这两条线来编 我们再做一个夹心金刚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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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我们一个扩远就做好了 把这个线的两个颜色分开来 先取一个颜色来编四线菱形 中间两条线先打一个斜卷结 在分别跟它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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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条线再打一个斜卷结 接着把轴线和烙线调换方向再打一个斜卷结 另外这一边做法也是一样的 先打一个斜卷结 然后呢 再改变轴线跟烙线的方向 再打一个斜卷结 接着两轴线再打一组斜卷结 加一个四线菱形就做好了 我们重复用这个编法编了五个 换成另外一边的这个颜色也编五个 接着我们取中间的四条线再编一个四线菱形 编法跟刚才都是一样的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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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